你慢点 慢点 哎呀 我不用你管我 没事 我不管你能行吗 你是我老婆啊 你说 你这都流场四次了 可能是身体虚 孩子保不住 虚什么虚啊 你这都怀孕五次了 这还叫虚啊 你说你都在病床上躺了四次了 我能不心疼你吗 你知不知道 上次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我妈她差点把房子都给卖掉了 我跟你说 这次我在单位请了三个月的长假 你这次怀孕 我必须全天伺候着 你请假干什么 我又不用你照顾我 不是我说你 哎呀 行了 孩子哭了 我就跟你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老婆都流传四次了 怎么一点也不当回事啊 不行 我得在家里面安个监控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吗 说我这边看起来 这个女人怎么又流产了 该不会是故意给我流了吧 不行 我得看看监控 这件宝宝衣服不错 先加入购物车吧 喂 园长 怎么又交学费啊 不是上星期刚交过吗 那好吧 这现在小孩上学 这学费怎么这么贵啊 老公平时工资要那么少 那奶粉钱又那么贵 那我肚子里这个孩子还能要吗 不行 我得想办法 算了 还是不要了吧 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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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剑等很久了吧 没有才一会儿 我这刚从上一家过来 那家有点麻烦 我看你这年纪也不小了吧 我给你找个对象吧 行啊 你给我找个对象可以啊 有什么要求没 我呢也不挑 就是啊能好好跟我过儿子 不嫌弃我家里面穷就行 虽然你是个帮专的 就是家里面穷了点 但是你的人品啊还是不错的 我要给你多上上心 想想这边有几个小姑娘 还都挺合适你的 到时候啊和他们见见 嗯这事要是能撑 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好嘞行 那我就先走了 我去跟那几个小姑娘 说说看谁能撑 行 大哥 你能不能给我买点吃的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你这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姑娘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在这蹲着啊 大哥说来话长 你能不能先给我买点吃的 你看我这出来干活 你没带什么钱 要不你跟我到家里去吧 我做给你吃 行 大哥 行吧 看你这么可怜 走吧 小姑娘 你这饭也吃完了 你跟我讲讲 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跟家里吵架了 离家出走了 本来我是想打算投靠我朋友的 但是来到这 我朋友手机打不通 短信也联系不上 我出来匆忙 也没带多少钱 我一个人啊 在外面待了好几天了 钱也全部花完了 没想到碰到了大哥你 大哥谢谢你 还把我带到你家来 还给我做饭吃 行 你看你你就是遇到了我 又是遇到起来什么坏人的 唉 我看你也可怜 要不你就在我家多住几天 还是我买车票让你回家 我还是回家吧 行走啊 我和你一起去啊 把这票买了好回家 谢谢你大哥 不用谢 不用谢 走吧 等我有钱了 我就把车票钱还给你 行走吧 小匠 爹 你来了 你说这日子啊也过得真快 我这身边介绍成的人啊也不少 你说你这都五年了 我怎么也给你介绍不成了 到底是因为你家里穷 人家瞧不上你 还是你这小伙子不会说话呢 哎 姨 你说这怎么还不能成了呢 你也没问问那些女孩为啥 我怎么问啊 看人家小姑娘也说不出什么来 我总不能逼问人家是不 你说你这小伙子看着挺纪念的 怎么那么不靠谱呢 这以后乡亲说没啊 你也别找我了 我也跟你说不成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谁啊 五年前啊 你在路边救了一个小女孩 就是我 哦 你就是那个离家出走 没有饭吃的那个 原来是你啊 这五年来 我问了好多人 找了好多地方 也想不起你家在哪 正不 现在才找到你 哦 这一转眼你都这么大了 大哥 我是来报恩的 这几万块钱啊 你就收下吧 这么多钱啊 我当时帮你买车票 也就花了几百块 这个单给你另一些的 这个我不能要 要不是你当初救了我 我也不可能活着 你就拿着吧 帮助你是应该的 我不投这些 这钱我真不能要 那行吧大哥 你家还有别人吗 没了 就我一个人 你怎么没找媳妇啊 也照微博说了几下 都没钱 那要不这样吧大哥 你也别去工地搬庄了 你就来我家公司干活吧 我给你安排个岗位 去你家公司啊 对啊 你看你这搬庄 也挣不了几个钱 又那么累 你去我们公司啊 有好多年纪漂亮的姑娘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 你看我这能干什么呀 能 走走走 赶紧把这硬币拖了 去我家那边吧 行 我和你一起去你们公司 看看能不能找个媳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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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